我们要跟资料库做连线 这个讲义里面都有 我的简报里面也已经放在云端上 所以如果说你有些细节上面没有看清楚的话 没关系你就在云端上面 把它download下来也好 或者是直接在线上看都OK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新建这个连线 也就是说把那个资料库跟网站把它串在一起 接下来的话呢 一样打开JuneWeaver 好 那这边都确定没有问题的 也没有问题的 再来的话怎么样呢 第二步请记住 因为这个面板 一定要记得把它改成什么 传统的 这个我想前面都做的蛮多的 我的习惯用传统的 因为传统的好处就是 上面会有个资料面板 你们这边面板就自动出来了 OK 第一个 我们面板环境设置 请各位务必要改成传统的 第一个 第二个话就是说 我们要连线的话 需要把一个面板叫出来 那个面板的名称 在视窗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 视窗里面呢 会有一个 叫做资料库的一个视窗 其实就是一个面板 这个面板的话 预设是不会打开的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把它点击开来 把它点开之后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显示在 这个地方了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的话可以把它往上 这边可以再把那个 这个把它往上一点 如果说你这一个 比如说 CSS暂时用不到的话 你可以把它按右键 暂时怎么样呢 把它收合起来 把它收合 或者最小化一下 让这个CSS往上 让它做收合的动作 然后底下的档案部分 可以再往上一点点 基本上 我们面板的设置 大概会有几个 传统 第二个到视窗 视窗里面 找到资料库 把它叫出来 它会调整一下 OK 第一步 面板的设定 第二个的话呢 要怎么样可以跟资料库 做连接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都是分阶段 一资料库 二才是细节 三是赤膚的行为 那第一步一定 如果说你今天 还没有跟资料库 做连接的话 请记住一下 这边有个加号 点击它之后 那因为我们在制服器 刚刚建立网站的时候 进阶里面呢 有告诉它说 我这个是PHP MySQL这个 这个动态网站 所以它会自动 叫出一个MySQL连线 OK 再来的话 连线名称的话呢 也许我们 可以给它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 你可以自己加 也许书里面 是用这个 com SQL 不过这个名称的话 你可以不一定叫这个 你可以叫 其他的 或者只要不要是中文名称就可以了 第一步 OK 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制服器 MySQL的制服器在哪里呢 预设的一定是local host 所以我们就是直接打一个local host 然后使用者名称的话呢 就是root 密码的话就是1234 OK 你上面的动作没做错的话 你按下选取 应该就会跳出一个什么呢 选择资料库的这个视窗 OK 那之前有很多同学 按一下选取 跳出什么 未知的错误 不然就是什么 什么什么错误的话 请记住啊 这个太常遇到了 请你检查一下 如果你跳出不是选择资料库的话 你要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的网站 刚刚网站新增的时候 有没有选正确 如果你网站的设定有错误的话 就会发生错误 就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呢 你的使用者名称 预设是root 那我有讲过 就是我们预设的 root的密码 有没有 如果你没有改成1234的话 也会找不到 OK 所以这个地方前面都有讲过 请各位再设置一下 那我选取哪一个呢 my store 有没有 这个是我刚刚加的那一个资料库 对不对 按下确定 OK 这个时候的话 其他就没问题了 OK 这里特别之后 按确定一下 好 这样就完成了 有没有 那里面的话 就会有三个 一二三 这三个的话 实际上就是在什么呢 在phpmyseql里面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我今天 Juneweaver跟什么呢 跟那个phpmyadmin里面 做一个连结了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完工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已经跟资料库做连线 连完线之后呢 可是有可能一种状况 什么样呢 就是说你将来出来的资料 可能是乱码 好像前面有讲过嘛 所以呢 如果你要避免这个程式里面有乱码的话 这个下一个页面 有没有 如果说将来你出来的资料呢 会有乱码的话 那你必须在什么呢 那你必须在什么呢 在那个什么呢 连线的这一个php档 加上这一行程式 让他怎么样呢 用的那个编码是UTF8 所以第二个 要怎么修改 担心说如果将来以后 出来的是乱码的话 那你可以改 不过我好像试过 有的时候好像又没有乱码 其实如果没有乱码 当然你可以不加啦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可以把编码方式做一个设定 那设定的方式的话 特别是要连线成功之后的话 怎么去更改编码方式 这个好像前面有讲过 因为你连线成功之后 上面这个OK之后 自动会产生下面有个资料夹 叫做Connection 有没有这个好像前面有做过 在Connection里面呢 一定会产生一个php档 叫做comsql.php 那这个名称是跟着 我们上面的这个名称 因为我名称叫comsql嘛 他又叫comsql 如果我叫别的 他就叫别的 那你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打开来 里面的话呢 也许你点开来 里面什么都没有 不对 切到程式码 其实它什么 打开会在设计码 你就点程式码 然后呢 请你在最后一行 最后一行指的是 这个的上方 按个enter 打上刚刚那一行字 如果那一行字呢 假如你一下子 记不下来起来的话 其实我在云端上 云端白板里面呢 也有放了一个什么 放了一个叫FAQ 其实这边你也可以从这边 把它怎么样 如何解决 DW资料库乱码 请在Connection最下方增加这个 你可以把它Ctrl-C一下 如果以后要找来 这边很方便 反正你就Ctrl-V一下 Ctrl-C Ctrl-V 这样就解决了 也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可能会遇到什么状况呢 遇到就是说 你的资料从资料库捞回来 资料居然是乱码 中文也变成乱七八糟的东西的话 那你就加这一行就不会有乱码的问题发生了 OK 所以这边特别注意哦 好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我刚刚做的几个动作先完成 一 把什么 这个吧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 视窗里面的这个面板叫出来 再来新增一个什么 一个连线 并且把这个连线里面的这个档案 改成没有乱码的状态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不过有些动作好像之前应该都有做到过了 只是说我们是做个简单的复习 这个影片部分都会录下来 所以如果有些细节 假如说你没办法一下子马上祭牢的话 回家也可以再把它看过一遍 然后再做过一遍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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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 谢谢大家